OK,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了 咱们先看上一次的一些内容吧 看上一次的Action有没有落下来或什么的 然后微博这个展示还是没有一个进展 然后TOC应该刚成立 然后其他的一些那个什么委员会还没有成立 所以暂时先还没有动静 插件的话现在也维护也没有动静 这样好一点的话 其他的媒体现在已经转起来了 这块不用改了志军 不用改 我们可以在新的里面写 写那个新的要做什么 这边有个4月17号的 对吧 新的里面写吧 可以可以行 然后 取消了 然后看完中国绝晶4sdn都起来了 然后我今天又发现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腾讯的 腾讯这个比较 待会儿我先记一下吧 一会儿再说这个 他那个记 然后这块教程的话 现在暂时也没有动静 然后计划管理的话 现在是算基本做起来了 计划管理现在分的两块 一块是翻译或者或者原创的部分 然后一个网站的一个规划 翻译现在进展还不错 然后最近的文章也比较多 所以可能会导致待会儿想说的一个问题 然后图读里边还有6个 然后review中有三个 再发布一个 然后也发布了6个 现在问题我觉得 可能有点突出的是review的这个东西 可能大家还是得多帮忙review一下 我看的如果review过的话 我就会稍微看得快一点 ok 然后eview的话 eview的话 现在没有什么动静 应该是 没关系 然后 我们接着往后走 那上一次的内容 这一次内容呢 还是媒体这一块的话 进行同步 然后微博的话 应该现在没有发过 然后因为那个没有授权的问题 然后减书的话已经做起来了 咱们看一下减书上面 减书上这样的 不过简说比较尴尬的也是 他这个 他这个并没有一个管理员的概念 他必须 他是投稿的 其实这个不太 不太跟咱们的情况不太匹配 最好是他能有一个管理员啊 什么的一个账号有 可以有多个用户 用自己的账号去登录 如果能这样的话就最好了 对手机号 基本上国内 现在所有的网站都要手机号 实名值 这个比较肯定 但没有办法 最好是有一个那种 管理账号就好一点了 手机号后面可以换一下 我看 然后又上来 东汇上来了 然后开源中国的话 现在那个手机号好像是我的 然后邮箱的话是用的 这个邮箱 然后这个邮箱的话 它其实是腾讯的那个企业邮箱 所以大家如果想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然后带后缀的 然后也可以说一下 然后帮忙给注册一下 然后他还能跟那个企业微信去做关联 所以大家想有一个这样的后缀的邮箱的话 就可以说一下 然后待会再说 然后决金的话是这样的 我来说吧 这个问题是我写的 就是目前出现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中文网站的话 它经常就是 就是我们有一些merge 已经merge进去了 对吧 但是它这个中文网站上面 依然不显示出来 就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这个规则的话 我不是很清楚这个规则 因为没有去看它那个圆码 然后呢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是不是应该就是merge进去 就让它显示出来 嗯 其实不用太关心那个发布时 到了那个发布时间才显示出来 而是说其实merge进去就让它显示出来 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对 只要merge了就就就就直接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嗯 嗯 其他人呢 有没有想法的 然后可以发表一下 有没有方便那个名字 我发现那个 那个网站的排版好像有些问题 你说文章还是说这个页面布局呢 这个页面点开那个第一篇文章 就是AI OPS那个 对它的排版好像有些问题 你往下拉一下 对能具体一下吗 嗯 等等啊 好像图片不见了 这篇文章本来就没有图片 然后它 嗯 你往下拉 就对停在 停在往上一点 往上一点 嗯 再往上一点 哦看到没 这个 哦 间距 本来本来一些这个关键要求那个部分 下面应该是项目项目符号的 但这边没有显示出来 那个减号和加号那些地方 项目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那个点吧 那个黑点 黑的小点 哦 想一想啊 嗯 我看 哦 我想起来 我想就是那个那个列表符号 嗯 对 就那个东西 哦 你看 你收关键 是因为格式的问题啊 我看 咱们看再看那马克当员文件就知道了 嗯 你拉下去 对对对 我已经发现了 这块吗 对对对 这块 那边没显示成这样的 哦 还没注意到 关键要求 对 你截个图放在那里 我们到时候再解决吧 我们先把 先过问题 要不要 OK 这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 要不那个 李东你 李东你截个图 然后提个issue 然后看一下吧 这个 我觉得可能是说这个 Markdown文件 那个格式 不兼容 之类的东西导致的 然后后面看一下 对 先建个issue 到时候再看 对咱们先把发现的问题记下了 要不然 不记下来的话就那个 算是白讨论了 对 再一走 我们这个会议 我建议不要搞太长 所以就是这个 尽量是在一个小时以内 如果 问题不是很多的话 可能半小时左右 这样也不浪费大家时间 对 然后其实 因为我也不太擅长这个前端 所以这里边的 风格 色调 还有布局 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然后也都可以提问题 甚至也可以提tpr都可以 但是我确实不是太擅长 所以如果稍微懂一点的同学可以去试着改一下 好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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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继续 对 那个志军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不关心 但是我们就可以 写一个时间之类的也可以 或在某一个地方显示一下 然后主要是末值以后没出现的问题 现在主要是我自己在 在那个执行一个命令把它 push上去 现在那个 我里边可能有一个p2 或者没有 我忘了 他需要一个 是黑游戈 他需要一个那什么 相当于那个基金斯费尔 那个文件还没写好 对我这里没有提 咱们现在需要那个什么 需要让基金斯自动构建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没有 没有出没有没有那个自动构建 是因为这个所以他没有及时的显示出来 OK 然后等那个好了就就可以自动出现了 听不到声音吗 看看 退出退出再加入吧 打下自我打下自 你给打一下啊 然后我接着下一个话题 社区推广的问题 然后因为最近的文章比较多了嘛 所以应该至今提的吧 好像是吧 我记不清楚了 我提的 那对 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子的 就是原来我们定的是那个发文规律是135 即使也就是说即使星期一有三篇文章 有三篇文章 那么我们也是在星期一同时发三篇文章 对吧 咱们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然后呢我的呃 建议是比如说呃星期一即使我们已经有三篇文章了 但是呢我们在公众号上面也只发一篇文章 或者只发两篇文章 然后星期二再发就是说呃 关键目的就是呃 让每一天都有文章发啊 尽量是让每一天都有文章发这样子到公众号去上面去 那么目的是为了提高这个文章的那个公众号的曝光率 因为你不没有新文章的话你的那个公众号会会被排到下面去的嘛 对吧 对吧 所以在用户的timeline里面会排到下面去的 所以这个意思是就是呃 呃周一到周七 其实我们都可以呃 让就是让这些文章均匀的发每天 保证每天都有文章发尽量这样子 而不是保证一三五是保证每天啊 这个问题 嗯 其他人呢 呃 咱们我介绍一下背景当当时当时其实定了周三 所以因为咱当时人也少 然后对文章也少 所以说呃 不希望给别人一个感觉就是发文章比较随便 所以就定了一天 后来文章多了 就变了一三五 哦 我觉得每天发也是可以的 呃 呃 但咱们要考虑一下这个 发的时间是不要固定一下 就每天的几点 对的 下午这个六点这个时间合不合适 嗯 嗯 按照按照过往的 我说一句啊 按照我过往 在媒体里面发现的就是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 访问量会大一点 晚上的九点到十点是吧 对对对对 但是 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早上上班的时间点 早上上班时间是吧 对对 这两个时间点 嗯 这个有没有数据之类一点 因为当时是也是有有有有 朋友觉得是下午六点 会会比较看得多一点 嗯 嗯 这个目前没有数据 嗯 啊 咱们试试可以试一下 可以或者说咱们去了解一下 再再决定这个 这个可以还是保持现现状先 嗯 嗯 试一下 诶 6点我想想 要不试一下早上的 因为现在就是下午 我们试一下早上的怎么样 可以 咱们对比一下自己对比一下数据也是可以的 是吧 嗯 早上 嗯 几点了 9点 我见 我见他们发都是 其他的公众号都是早上 8点 7点都有 嗯 我觉得8点也可以 就是8点起来以后可能8点多 嗯 或者8点的时间 9点左右 可能好多人在地铁上 之类的路上 对对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子 一个意思 咱们试一下吧 对 可以试一下 嗯 但还是说 呃 咱们要相对固定下一个时间了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 这样的话 会给人一个感觉 我们 嗯 就在如果关注的人 会每天到那个点 就会去看 你这个有没有任何 嗯 咱们先试一下吧 看一下那个数据嘛 对 就是说下一次 说 咱们每一次周历会的时候公布一下那个数据会 这样子 统计一下 然后你提到的公布数据的问题 对对 对 对 那个访问量 呃 这个 这个 那个developer mail list 里边 呃 就是上一个 上一个月没有公布 之前的每个月都都公布了 然后 在那里面的话 看的人会比较少一点 应该 呃 是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在多个渠道去公布 但是呢 就因为 咱们这个社区 不希望能 跟跟那个其他的 美国呀 欧洲呀 那边的去割 割裂了 所以说呢 呃 在那个地方也要发 可以在多个地方 呃 操送啊什么的 嗯 对 增长量也也会行 所以说 呃 大家觉得是说 翻邮件 还是说 呃 发了什么 但我觉得 在公众号发文章是 我觉得没有必要 对吧 对对对 其实这个工作中公众号的数据 其实就是给我们自己看而已 啊 就是说我们去关注 这个运营的情况的 的人才会去看 真正去比如说 关注公众号的人 比如说他只关注 军请时的文章 他其实根本不关心 你公众号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 嗯 我的意思是这个 就是公众号的数据 初期可以考虑 就在我们每次周历会的时候 我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到后期的话 再看你到底怎么处理 嗯 可以 可以这么考虑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对 初期内部分享就可以了 初期 嗯 想一想 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 其实一天发好几个 是当时定的规则 是说一天最多 嗯 发的里边 嗯 同一类的不会有两个 所以 对 这是另外一个规则 比如说有一个活动 有一个 翻译 有个原创 可能就最多 会发三个 比如说有两个原创 最多发一个原创 这样的 当然我觉得 发的少一点还是好一点 如果一下发的太多 反而量会 就是说 嗯 嗯 对于访问量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可能 嗯 一天发一个也挺好的 OK 嗯 然后下一个是说 也是志军提的 可以志军再介绍一下 对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们既然我们是一个社区 那么会 肯定是希望有更多的人 呃 来参与对吧 那么参与的话 当然他 他我们也希望他呃 你就都知道 人需要有一定的动机和动力 对不对 那么我们需要能够给呃 能够形成一个和那个 参与这个社区的人进行 就是共同成长对吧 我们社区成长 他也成长了 这样子的话呃 就一个互利的 就会形成一个互利的正循环 那么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么我我建设 社区里面的做法啊 特别是infoq啊 极客时间 他们其实很关键的一个做法 就是提提高这个人 就是说这个作者或者这个 这个议者的那个知名度 嗯啊 让他们知名度上来了 那么他也更愿意来你这个平台啊 所以所以的话我们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 目前可以如果呃 就是希望呃就是就是说 如果这个真相循环的话 是可行的话呃 呃那么这个的话有一个做法就是呃 呃在文章每一篇文章的底部 添加一段一小段作者 或者议者的这个小简介啊 啊就是一两句话就可以了 就是每一次发布的时候 顺带带上这个作者和议者的小简介啊 嗯 这样子的话到后期比如说 像呃特别是学生 对于这个东西呃呃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学生以后毕业出来找工作 这个这个东西如果曝光量比较多的话 其实呃都很容易找到哈这个人 就是相应就是企业 嗯 对类似于这个也有 对对对类似这样 这上面也有的 对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咱们中文的那边也可以考虑 加这么一段东西上去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 其实现在有有一个有一段这个 大家看看这块吧 这块呃 因为呃 语东他是在github上没有介绍 哦 你是曲子那边的是吧 对 所以那边写的是什么 这边就有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 说明日课的 嗯嗯 理解了 这块是有 然后 那我们就是考虑的是 中文的其他媒体的话都把 就是就是要把它加上去 对 哎 我觉得这块你们觉得那个 那个 这块把那个 那个github的图片放过来 呃 好一点的还是说可以不放呢 呃 我觉得初期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只要文字先 嗯 因为要图片的话还是会设及到排版 之类的东西 我们先试一下 嗯 嗯 这个可以考虑一个带考虑项目 嗯 嗯 嗯 那这个描述的是要统一吗 还是说不同一呢 我觉得他自己 咱们自己每个人他自己定就可以了 关系不大 这个 呃自己定 呃自己定可肯定是没有问题 然后大家可能也要reveal一下 然后主要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 嗯 就是相对固定一点 对吧 然后对的 对 然后这个可能公众号后台的需要有一个模板 嗯 我觉得呃写文字没有问题 我觉得 呃格式和风格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样没有问题 但是需要一个 嗯 需要一个 模板 和格式 对 对 这个作为一个action吧 就是 对吧 嗯 这有人愿意去领一下这action吗 或者先搁这儿 先搁这儿吧 我这两天刚好有点吧 哦 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点子是很好的 嗯 然后 嗯 对 然后我基于你这个想法的话是 是那个 这个 有有另外也另外一个怎么说呢 呃想法 这个签约作者 虽然这个听的有点大 但是我觉得 嗯 呃 大家可以讨论他有没有必要 就是说 嗯 签约作者呢 就 比如说是 嗯 你 你的相相关的技术文章呢 首发 就往咱们这儿发 然后其他地方都是转载 这是一个 嗯 当然也可以讨论 这个 比如说我写一下 嗯 这个的话 我 我 我建议 是不是等作者多一些才在考虑这个问题 嗯 没关系 我现在就把它记下来 然后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可能就在这个现在不合适 或者现在合适 合适咱们就做不合适 就做一个作为一个 呃 idea在摆这儿 对吧 嗯 可以等到了合适的时候 才去做这个事 对 然后我顺便 接着我那个想法说完 就是 嗯 嗯 手发然后其他平台转载 然后呢 同时会给予一些奖励 比如说 嗯 比如说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呃 展示作者的信息啊 有可能比如说在这个这个网站上 专门有一个 嗯 模块 就专门展展示签约的作者啊 介绍啊 图片啊 背景啊这些东西 我觉得也是有助于 呃 提高这个 呃 愿意写文 原创文章 或者写翻译文章的一个 知名度的一个 嗯 一个需求吧 对 然后可能会给一些奖励 比如说奖励的话 嗯 比如说是 可能现在比较好搞的就是图书之类的 这样 还有一些 有没有那种大会的那种 那种可能比较更困难一点的 没事 可以说出来吗 我觉得那种 那种大会的那种 那种票 嗯 对吧 那种什么Jenkins user 大会的票啊 那种 啊这种可能会 会 我讲一下 这个千元作者 对 我觉得这个 呃 我觉得可以呢 什么 甚至我们 我们 我们可以跟一些 嗯 公司啊 或者组织 或者是社区去合作 然后他们办那些会 我们都可以 直接给 比如说千元作者 直接就 每次都会给张票 不然去不去 嗯 嗯 但我觉得 虽然现在做 作者少 但是我觉得先 可以先做起来 呃 假设有 这个固定的奖励 门票啊 书啊 呃 有了以后 有的可以先 就摆一个做的 也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 对 你说刚才说的一个点啊 就是和那些呃 其他的那些 公司的合作 是吧 对公司或者组织 或者社区的合作 对 很多社区都是在 在办一些活动 嗯 比如说Service Mesh 啊或者 Elect Search啊 他们的一些 meetup 有的可能收费的 对吧 我们就比如说跟他合作 然后呢 要上一张 几张票过来 对吧 如果是签约作者的话 就 呃 就每次都直接是 会送票 嗯嗯嗯 呃 呃你这么说的话 我就有一个点要 要说一下啊就是 嗯 如果要和这些呃 其他的组织的合作 是吧 公司的合作 那必须是我们这个流量 得上去 才有讨和别人讨论的那个 那个资本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个正向 如果咱呃 呃就是合作 就是说这个协作好的话 这是个正向的 如果咱们自己的内容 做优的话 然后咱们的流量 会上来 然后咱们也可以 借助咱们的流量 可以给咱们的社区的一些成员 一些福利 呃 书啊 门票啊 呃之类的 对吧 或者衣服呀什么的 都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咱们肯定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呃 呃 质量是优起来 比如说写的文章 对吧 咱们尽量写的时候 多考虑一些 怎么会 嗯 给 读者带来一些 一些价值 然后 然后同时会给自己 带来知名度 给社区整体 带来一个 呃 影响力 所以这个可能是 呃 说的老土一点的众人 是才火炎高的一个 一个过程 嗯 OK 所以 呃 我也在那个 呃 上次 上次那个 呃 就是说 做贡献 呃 就奖力图书三本 那个算是一个 试水吧 就是一开始 开始做的一个 虽然三本 然后比较少 那我觉得 先那个 先做一遍 然后看一下模式 学一下经验 然后继续可以 往后做 OK 那咱们这个签约作者的 这个点 就先这样子先 呃 那你觉得 先做起来 还是说 先等一等的 我觉得是初期 先等一会儿吧 嗯 呃 我这边 我觉得初期可以 我觉得 等一会儿会比较好一点 哎 还有一个就是 等一会儿呢 就是我们先 能不能 哦 我们我不知道当前 我们自己的那个 网站的那个流量 是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先做这个点 哦 我现在就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嗯 他这个还还免费的可以 可以看到这个域名的请求量 嗯 现在不算高 嗯 但是还是 但是 有些 在增长吗 是吧 关键 有没有增长 嗯 对 因为我们发这么多文章的话 如果 就是 有一个正向的 比如说我们发多文章 是吧 流量就不断的每天在上涨 那我觉得我们做的东西就很有价值 对不对 那如果是出现没有增长的话 那我们就得考虑到底 有说有问题 嗯 对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嗯 好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公众号的后台的一些数据啊 先看用户的一些数据 都能看到是吧 对 OK 然后 就是在上一周的时候 涨的还比较多的 嗯 就是最多的一天涨了22个 然后这相对比较低迷一点 所以能看到 大致是跟一个 之前的 发文 微信公众号发文章的一个品次是相关的 嗯 再往之前的话会更吻合一点 现在有点乱了 嗯 然后 但从上一周来说 嗯 然后好几篇文章的 我觉得 嗯 还是 不管是翻译的还是写的都比较不错 所以就直接导致了人 人数增长的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 然后我那个 也会把一些文章的去 嗯 去在 朋友圈啊 或者在什么地方去 转载一下 或者分享一下 然后 嗯 我觉得可能上一周也是受到咱们 有其他媒 媒体平台的文章的转载 嗯 有有关系吧 所以导致上一周涨的还比 涨势还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再看一下这个文 呃文章的一些访问 从文章的访问来看的话 先看一下数量吧 数量的话 上次也比较高 哦 都1000多了 没看到 嗯 这可能是历史最高的一次了 就 嗯 图文的访问量是 都第一次达到1000了 你看 之前的话 嗯 都是500以下 然后从上周有几 嗯 基本都是500以上 然后人数的话 人数的话最高的一次也是300个人 啊 对 总体看来还是 就是 嗯 我觉得可能是受到咱们加入新的媒体平台的转载 导致效果还是挺好的 然后看下面的数据的话 嗯 就上面差不多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地区的一个问题 地区的话还是北上广 北京 北京就 将近一半 有可能 然后上海也是比较多的 但这些就是北京的一半了 嗯 广东这边的话 跟上海差不多 嗯 嗯 我们现在只是知道增长啊 还不知道从哪个渠道过来的 嗯 行 我待会再看一下那个好像能看到一点一点渠道的事情 就是哪个渠道更好 就是先着重运营一下那个渠道 嗯 嗯 应该渠道来说应该是微信公众号比较 现在的话还是好一点吧 稍等我先把这个看吧 嗯 嗯 最近长得比较多耶 你看也可以看到 嗯 嗯 嗯 还是因为咱们上上一个阶段 这个 理错的问题导致流量会 涨的比较多一点 你可以看到 嗯 4月6号 网站也是有已经上了千了 然后可能有两次 两次上了一千的 之前你看刚开始的 因为咱们其实也没怎么推广 所以都在200次 嗯 不到200次 哦 我看了一下时间点啊 我们是4月3号开始提示多渠道 开始发的 可能4月6号 4月5号就是刚好是 我看4月6号是星期几啊 是不是刚好就是我们多渠道进行 发布的时候就产生这个流量 嗯 我看了 好像是4月3号 对对对 我看了就是4月3号 咱们开始做这个多多渠道推广 对 所以从4月3号看来一路在涨 找到这个4月6号的高分 然后又来了一个高分 对对对 所以看起来还是有效果的 嗯 然后 这个图文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它是 嗯 什么点进来的 这个很重要 OK 公众号绘画的话 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对 然后 转发呢 主要是看转发 转发比较少 对转发比较少一点 说明还得考虑怎么让用转发 可以提高少流量 对就是看怎么才能让内容上人家愿意转发 对 还有转发最近比较多一点 历史也相对比较稳定 看一看搜一搜也是挺好的一个数据 最近也是比较多一点 嗯 其他的有可能就是从其他的网站给跳过来看见的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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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东呢 觉得刚才签约做的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吗 嗯 我觉得吧 嗯 可以这样搞 但是现在就还是 我们的这个平台的流量太小了 嗯 所以说可能人家不会有很大的动力来跟我们签这个月 嗯 对 确实是 嗯 或者说比如说咱们预期 我觉得可以可以来个预期嘛 比如说咱们预期这个这个站点的流量 平均日流量能达到多少 咱们觉得就是一个目标了 或者是下一个一个点就可以觉得 呃 稍微有点信心可以去 或者说可以搞 或者什么些事 嗯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提高这个流量 就之前提过一个那个办法吧 就是我们先集中翻译一个专题出来 那就是 这个 就我记一下 我觉得这样会 比较好一点 提高流量 提高流量 对 翻译或者写作吧 或原创 系列文章对吧 对 现在好像是翻译那边有有一个系列的 然后翻译完了才发现它 它是已经是第三 第三块了是吧 是哪一块呢 嗯 嗯 先不看了 反正就已经有一个系列文章 这样的话 能有持续的粘性 可以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那个目的给选 什么 目的 等一下我来更新一下这个 你继续 好我 所以和大家认为签约座的这件事 点子还可以 然后这个就是说 可能阶段还不适合 所以我刚才的意思是 比如说 什么时候可以重新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呢 比如说这个域名的请求量 已经到了一万 比如说是不是就可以再 再把这个话题给提出来 然后再看是不是可行了 应该是日访问量达到 PV达到 日PV达到一千吧 一千是吧 对我们现在都很少很少 对现在是高峰到了一千了 对吧 高峰到一千了吗 刚才 对 你到了一千了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估计 咱拍脑袋的 有点不太准确 我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下次还是这个流量 咱们就不考虑这个话题 就是说这个话题 什么时候会不会重启 那就拍脑袋一万吧 对就是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签约作者 就是现在等于是我们只有 我们几个人啊 就是我们五个人 五个人 那么到一千 一千对吧 那么我们五个人 那么一个作者 两个作者 或者咱们PV PV五千呗 可以吧 五千我觉得还算可以一点吧 嗯 好吧 嗯 这个 这个可以商量 这样 没关系 再加个日PV 哦 日均PV 然后 下一个话题 腾讯社区 我偶然发现的 看一下啊 是要准备开这个渠道吗 嗯 开但是可能全部都不用干 哦 我知道你意思了 他们会自己去搬呢 对他自家的产品 他他他有个功能叫同步 嗯 嗯 不不不这个吧 技术社区 好像叫腾讯云 对对腾讯云社区 我已经发了这个申请了 看看能不能通过 他他有一个叫做自媒自媒体平台的加入计划 然后那是画面了 是啊 比如说画面是吗 嗯 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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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可能看不到了 大家后面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 嗯 对我知道那个云云期社区 对啊 首发比较肯定 然后 嗯 腾讯这个 我刚才看到的是 他可以 你填一个公众号 他会定期的给你同步 所以说如果这个能通过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嗯 我刚刚发了一个申请 看能不能通过 对 我来再看一下 ok 嗯 下一块是 我想的一个 就是前段前几天在微信群里面讨论一个 偶然间发现其实有一些共同的需求 所以说看能不能 建立这么一个需求池 之类的东西 然后 呃 后续如果能 能去 呃 比如说组这个黑客松啊 或者 或者类似的活动 然后就可以从这需求池里面拿出来 然后 然后大家去做 然后这样黑客松的话 一般比如说 会有 48小时去 去 让大家去 号召 就是社会上的感兴趣的朋友过来去参与 然后去做一个东西 比如咱们这个需求就拿出来做 啊 这个需求呢 呃 我觉得可能是在企业里面 确实是需要的一些需求 然后 但是跟业务无关的 呃 当然也有可能也是 呃 不是特别紧急这些需求 但是还是比较重要 就是重要不紧急的需求 放进来可以做 大家觉得 他表现意见 呃 主要还是 呃 咱们人少 我不是说做不做就起来啊 我的意思是可以建这么一个页面放在那里 嗯 但是这个 可能 就是我们经历上面可能我们人比较少一点 我建议是放在那里 不花大精力去 不用花太大精力去维护 我们还是先把流量给搞起来 明白 嗯 就是说同意做这个需求池 但是 不建议花太大的精力 嗯 嗯 我有一点想法 就是 呃 我有 我有 就比如说像 流量这块的话 甚至可以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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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我自己做一下记录 那个声音 声音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我这边可能听不清楚 其他人有可能 再稍微大一点 听他马上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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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少水锅打了五个米来的意思 哦 那一个人你的中的 中的 中的 没时间再带 好 喂 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 啊 嗯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呃 流量这块的话 我个人 就建议就是说 呃 可以跟这种 就是说 一些战长啊 就比如说像他的 pv 或者是 就是这种 相对高一点的 然后跟他去说 就是 跟他去 也不说算合作吧 就是说 呃 让他帮忙 呃 就是 做一个类似于广告卫这种的 然后把 我们的一些就是这种 呃 放进去 然后稍微推一下这样 然后 可以把一些就是 跟跟他推广一下 这种就是有兴趣的 这种这方面 就是了解这方面 然后 或者还还有一种 就是说是 呃 相对有一定知名度的 就是说 呃 他可能在这种 开源方面 然后或者相对 比较多的 这种 然后就是 他去发一些 呃 转发一些我们的 然后去 做做一定的推广 也是就是 扩大这种 呃 有量的 方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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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 你那儿有一些资源吗 呃 目前可能还是以那个 嗯 就是八千过海 各选神通吧 就是 自己手里有些资源的话 就帮忙一起弄一下 嗯 嗯 我可以找那个 就是我认识一个专长 然后他的PV 每天 我之前应该跟你说过 然后他每天PV 应该在 嗯 两三万左右 然后可以让他帮忙 给弄一下这个 看看他那边怎么样 就是可不可以答应这个事 你觉得是那个友情链接吗 呃 不不算友情链接 就比如说 呃 可以就是让他帮忙 就是有一块专门来放这个东西 然后 这样的 呃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然后我想一下 呃 你那边是不是没有在电脑跟前 对对对 我现在在路上 嗯 那我来写一下 嗯 合作 然后 然后 就说呃 有个问题是这样的 呃 这个点子 我觉得我觉得很好 然后稍等 嗯 嗯 广告位可以 但可能 我觉得不会是广告 呃 因为咱们不是商业机构 对 所以 再再说得清楚一点 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呃 呃 有情链接是是一种方式 但是可能 呃 效果没那么好对吧 假设他能有一个小的模块 或者一个呃 呃 什么东西能放那儿 就非常好 呃 但是呃 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他们给我咱们放了之后 假设他的那个站 站点 跟咱们咱们的那个 持续CICD相关的 我们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对应的链接 或者模块 但如果不是的话 咱们是呃 可能提供不了对对应的东西 所以说 如果不是特别相关的 我觉得就是说 只能是存帮忙了 如果是相关的 我觉得咱们可以加个互相的东西 嗯 我明白 这个我明白 这个就是说 可以先跟他去沟通一下 因为他这个的话 可能跟CICD这块相关的 不是特别大 嗯 所以所以我先找他聊聊这个事吧 好 行 那就这个Action就放你那儿 然后咱们呃 在群里边或者下次会议的时候 可以看看这个进展 好吧 行行 ok 然后 关于收集需求这个呃 我也认同志军这个观点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这个事做起来 但是 相当于是只开个头 呃 呃 呃 就是说有有这个渠道了 大家有这个需求就可以往里放 没有的话 呃 就就知道这回事就行了 然后等到实际成书的时候再把这个事做起来 是这意思吧 至今 喔 至今 喂至今 OK好 噢 目前就是文档上写的内容 都已经过了一遍了 然后看大家还有没有觉得需要分享或者去 讨论一下的 就是还是那个 微信的流量的那个问题 要不咱们设置一个时间 就是跟大家共享一次 比如说每周或者是 每周两次这个样子 你是共享数据还是说 共享数据 我们可以就直接截个图 发在Gator里面就可以 OK 我想我写一下 我觉得写了一个地方 往这儿是吧 想一下 多长时间共享一次呢 我想一下 我觉得两周一次是不是就可以 或者说咱们不用发图了 我就每次开会的时候 咱们大概过一下怎么样 这样的话就是 有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没办法就查看 它的历史的信息 OK OK 行 我想一想 然后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样吧 然后每周可以 我们要不在那个 专门维护一个文档 然后用来记录这个 看有没有必要 对 你说历史是吗 历史它可以看到历史 这里面不是历史吗 对 它的意思应该是说 就是做一个记录 然后就是相当于 以后可以做 做一点展示之类的 然后留个档 它可以导出一个Excel 然后我直接把Excel 发给大家怎么样 这样也可以 这样数据也更全一点 我还没看过这个Excel 看看是什么样子 不知是那个Pi那个 不知是麦克系统的 我看一下是截图 还是发一个什么东西 API的话 好像是没有吧 或者不知道是怎么弄 我看一下这样吧 上面咱们就有这么一个 这个邮箱 看看这个能不能弄 邮件组 然后我可以发到 邮件组里面去 这样可以 或者发到Gator里面去 然后每周发一次 好吧 OK 其实碰到Gator里面的话 也有可能不太好追溯 因为你如果 这一周的消息比较多的话 也会冲得没了 其他问题呢 对我想再同步下一件事情 比如说这个 现在有几个同学帮忙 就是在其他的媒体去转载 所以的话 我觉得这个 首先第一句话 然后咱们得有 然后最后面这个 这个二维码也可以有 也应该有 然后我觉得可以把这个 怎么说呢 每次都加上链接 然后大家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必要 他这个不让访问 但是地址可能是这个错的 没关系 对 首先是下面有 要有二维码 上面加一个链接 然后大家看 有没有必要 把这第一行的这个文字呢 都固定了呢 我觉得转字 不如我们写这个 首发语 这样更好 显得像是转载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原创 所以说应该 其实首发比较好一些 可以 其他人呢 我再想一个事儿 就是说 可不可以 就是说把 把那个什么 就是定个模板 然后把那个 社区这块 大概的介绍 然后写进去呢 放到什么地方 放到末尾吧 末尾 相对来说 就是看完之后 应该 末尾 或者是 就是在那个 就是刚才 就是最开始的位置 也可以 最开始位置 应该会好一点 因为末尾的话 可能看完之后 就不会再去关注这块了 把它放在 跟二维码放一块吧 二维码 因为我 我个人的这种 就是观看习惯的话 可能 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 可能就不太会去关注 在下面的东西了 所以我 我感觉 放到那个 开头 可能会 相对好一点 嗯 其实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之前有一个 有个类似的问题 是这样 咱们这个 公众号的 他那个 文章的最后 都会有个二维码 对吧 然后 其实一直想 加一个那样的东西 所以说 咱们是不是可以 呃 做一张图 把这个文字 放到图上 然后跟二维码 放一块 这样的话 呃 操作 操作起来 比较简单 然后 每次搁那儿 就可以了 然后 其实我也 有点同意 就是咱们有这个 推广的需求 但是 呃 文章的 开头 我觉得还是 不太适合 放好多 一看起来 就在推广的 一个东西 但是 加上一句话 可能还好一点 所以 我也 其实 赞同 放到 呃 文 就是文章的 末尾 因为我们 其实 呃 希望能给别人 一个相对 好一点的 印象 而不是 纯粹为了 推广 呃 当然放到 一开始的话 会大家会看 看得比较 仔细一点 而且如果 换一个角度来 想 假设这篇文章 我又不感兴趣 看得不好 然后看了几句 不想看了 所以压根 都不会翻到 最后 这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 我看得比较 好的话 我就翻翻翻 翻到最后 应该会 翻到最后的 所以说 呃 其实我 赞同 放到末尾 那个 呃 对 我也觉得 可以做一张图 把他跟二维码 分的一起 呃 验军觉得怎么样呢 呃 可以 就是说是 相当于是 把那个 就是 微信的二维码 跟那个 就是 呃 就是 公众 也 社区的这个 二维码 可以 相当于两个并排 这样是吧 这个意思 对吧 不是 呃 咱们二维码 那只有一个 呃 那就是说是 我可能有有可能没有表述清楚啊 就是这个二维码 跟那个比如说在左侧或者右侧加印上一个对社区的呃简单的一个介绍呃或者说明然后是一张图 嗯 嗯 明白 我明白了 就是相当于是两个就是那个图片上只写文字然后把它俩合并起来是吧 对 对对就是左侧是文字或者右侧是文文字这样的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的话就是会更简单一点 呃 所以Action来了有没有对PS稍微熟悉一点的呀 因为我一直想想做但是不太会用 所以没有做这个事 呃 我老头倒是会用PS但是我可以让他试弄一下然后先就是然后再看看效果吧 哦 也行 可以吧 对对对 行 然后 可以好 行 其他的我这边没有啥大家还有一些想讨论的吗 哎对呃其实我想再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说呃 呃我我前段时间跟那个呃之军有就是说聊了聊了几句说这个关于社区 的事儿就是说社区跟公司跟跟其他的机构就没不一样的地方是有 那完全都是平行的所以说呃 必然没有上下级关系 但有可能有的人呃参与的早然后有呃呃那个末日权限有的人可能没有 当然没有的人呢我我觉得可以随时任何时候都可以写一些邮件 呃呃然后发呃发给一个组然后说我我希望能能有一个 呃呃管理员权限或者什么什么权限然后呢大家大家会去去发表意见 觉得是啊然后呃同意之类的因为因为那个JX社区就是这么做的呃所以这是关于权限的一个部分 然后另一块说的话其实在我的理解的话这个社区里边没有没有一个负责人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个人就是这个社区的负责人我觉得呃呃任何人所有的人都是都是负责人呃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在企业里边听的话呃可能不太现实但我觉得在社区里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 你在社区里能做什么你你会你你能你你会哪些事情是让你负责的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你你比如说你觉得呃呃推广呃微信公众号你想负责呃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呃呃首先你对这个流程非常清楚呃跟大家做是方式然后也一致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的 然后你就可以负责去当然负责的人可以有好几个对吧呃然后比如说你想负责一个完全新的没有的东西也是可以的但是呃首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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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条件框框所有的流程和原则都是大家去讨论通过的所以说关于呃讨论和发言还有做任何事情都是呃都都都是公开的okok其他的没有了 没有问题了我觉得好那今天就到这嗯好的谢谢大家ok什么拜拜哦好感谢大家参与参加今年的会好拜拜拜拜